但是日本福岛的核电厂不断传出了机炉的爆炸的事件 引发了辐射外泄这样的危机 那么今天的最新讯息是 其中有三位遭到了辐射污染的民众 在经过了除尘的手续之后 辐射量还是超标的 而今天早上三号机爆炸的时候 前来救援的美军的航空母舰暴露在辐射范围之内 导致了上面有17名美军也遭受到了辐射的污染 日本福岛核电厂连环报 12号下午第一核电厂的一号机首先爆炸 当时有上百人疑似遭到辐射污染 紧急进行辐射检测 不过有三位民众在经过除尘手续之后 身上的辐射量还是超标 目前还在隔离治疗中 紧接着14号上午 三号机也发生氢气爆炸意外 当时有前来救援的美军航空母舰 刚好穿过从受损核电厂散发出的辐射云范围内 舰上有17名官员被迫暴露在核辐射当中 长达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这个辐射量相当于一个人 在一个月内所能承受的辐射量 远远超过正常值 所有的官兵目前都在接受辐射检验 不过也有官员表示 除非受损的核电厂如星完全融化 否则放射出来的放射性物质 将不足以对人体造成身体危害 虽然专家一直挂保证 但从12号强症过后 日本目前已经有7个核电厂 传出有不稳定的消息 也让全球的民众看得非常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